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命 什么是仙 什么是忠 神机秒算 缠不平 背弯了人不过 天地之间勇敢转 那托是老百姓 乘坛自由 跳墙山 你就是那丁盘的戏 神机秒算 缠不平啊 天地背弯了人不过 天地之间勇敢转 你就是那丁盘的戏 什么事里 什么事情 留下多少好传说 想给那后人听 想给那后人听 来自日的戏 有什么事情 你还好 传播 咱们也好像遇到劫头的了 刘亦 你不是老惦记着落草为寇吗 行 这回赶上了 赶上了 来我领 不不不 我那是说着玩的 再说了 要真是落草 那也得投奔劫富济贫的好汉呀 哪能干蓝楼抢劫的够的 先生 这荒调野地的 咱有些银子还是躲躲吧 你看 赶上事你又害怕了 你看见没有 不是怕了 这 好汉吗 好汉你不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要不你自己过去 好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咱躲躲吧 先生 你看你还是害怕了吧你 不是怕了 我主要是我没来过北边 我听说这民风彪悍 走吧 那不是节道的 不是节道的 不是 等等我 上个月嘛 有酒有肉的 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嘛 从上队开始都不管了 上头有人来查 查着了 不光罚我 也罚你知道吗 这个不管吃不管喝 你还要这么多银子 你少要点吧 现在什么不涨价呀 我们可是顶着风险给你带路 还讲价钱呢 进程的路我也知道 用不着你们带 好姐们 从这儿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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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走上回那条道啊 怎么讲 早让官军给疯了 今儿个咱的改道走了 疯了 这赶紧的拿来吧 这是 走走走 走了 走走走走 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走官道抄小路 不是偷逃官税就是贩运私货 跟着 跟着 赶紧的 跟着 快走 快走 那俩人不是你们一块的吧 不是的 不是的 这年头挣他钱真不容易 走吧 走 停了停了 停了 就这儿吧 小心 就这儿啊 就这儿 就这儿 门上的 只会一声 就说有客来访 你谁啊 不懂规矩 拿我的骗子 用败侠说败惠徐大将军 你说败惠就败惠啊 你又是谁啊 就不告诉你 待会儿拿骗子出来吓死你 快着 快着 先生 没了 什么没了 名次这一路上用完了 我还在这儿等着被你们吓死呢 樊老这位啊 借笔墨一用啊 这位 您就别麻烦了 认字吧 看看招牌 大将军府 能来这儿的 哪个不是八抬大将前护后拥呢 最不济你也得骑匹马 驴 我 哦 骑驴的不能来这儿 那你说说 那你说说 你是来这儿投书送信呢 还是探亲访友 你 行行行行 算是探亲访友 哦 那二位 顺着墙根走 去后门 这儿可不是你们出入的地方 哦 你都不问问我们找谁 厨子奶娘 杂役花将 东宾西西 孔木丈夫 这府里人多了去了 我还真认不全 哎呀呀 猴门身似海 狗眼看人低 放肆 我做师呢 你这人不大 口气倒不小啊 敢在这儿骂人撒野 谁骂你了呀 有剑银子金子的头 听说还有剑骂的呢 我说他呢 哎呦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 怎么越看越像条狗呢 嘿 你这拐着弯 还不是骂我的吗 等等等等 不必动气 他就是个小厮 不必动气 哼 你们从山沟里刚出来吧 没到过大地去 这儿是哪儿啊 原来的原大都 今儿的顺天府 我呸 太湖洞庭大不大 可住的全是鱼虾王吧 庙里供着的爷爷奶奶大不大 可那身子都是泥对的 行了 来人 来人哪 何事寻火 快去 拿路这小子 在大将军府门前寻衅滋事 还有这位 一并打下送地方执罪 是 走 铁哥 这位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前来紧见 你是个门子就该通报一声 哪能这么飞扬跋扈 无端刁难啊 刁难你怎么了 你是谁呀 你来了 本大爷就得进去给你通报 懂不懂规矩啊 知不知道什么叫门历银子 一门钱没见着 还光我借笔墨值宴 亏你说的出口啊 真是山沟里出来的 没见过世面 我们那还真有山 我就说嘛 庄山恶水出刁民 还愣着干什么 拿下呀 谁敢 这可是御史终成刘伯温刘大人 我还御皇大帝呢我 我 您真是刘伯温刘大人 睁大眼睛看看 如假包换 还真是刘大人 那年潮湖一战 在下也曾见过大人 只是这岁月沧桑 大人确实变了不少啊 在下真是失敬 失敬 失敬 就太了 刘大人 还不快给刘大人赔罪 原来是刘大人 失敬 失敬 原来真是御皇大帝 失敬 失敬 小哥哥还真会开玩笑 刘大人 您稍等 在下这就进去通报 先生请辩 小的方才多有得罪 还望刘大人开恩啊 刘大人 小的生有八十岁的老母亲 下游没断奶的孩子 一家的生计全冰着小人 这份斋食呢 刘大人哪 起来吧你 我家先生还能和你这小人一般见识 谢谢刘大人 谢谢小哥哥 不过我还真得说你两句 你怎么能这副德性呢 狗眼看人低 是是是是 小的狗眼看人低 还什么大地气 你去过紫禁城上过丰田店吗你 小的哪能跟兄台您比啊 您才是真正见过大师面的 小爷我也没去过 不过我家先生倒是常来常往 那是 那是 刘大人 久违了 刘伯温拜见大将军 不必行此大礼 取尊来访就是贵客 你我就进兵主之礼吧 恭敬不如从命 见过大将军 见过刘大人 请 请 我呢 我 您有喜欢的招待呀 请 等会儿啊 先给您端盆热水先烫烫脚 再给您温上一壶好酒 咱这顺天府的烧肥鹅吃过没有 行了 行了 别废话 你再啰嗦 小爷我可又要做诗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小哥哥你的诗做得也这么好 简直就是出口成长 小爷我的诗又岂是你能议论的 往前驴了 还不快牵去啊 马上去 马上去 没眼皮剑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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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跟我走啊 请坐 刘大人请用茶 多谢 刘大人知我为人 咱就省去那些虚文福礼吧 这么多年没见 徐将军还是那么爽快呀 那我就直接了当了 好好好 皇上这次派您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对我徐达手握重兵 独居着前朝大都 有点不放心呢 这茶不错呀 别有一番风味 大人别大岔 有话直说 皇上的脾性 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没有大事 他派大人来干什么 徐将军啊 这次奉皇上之命前来 就是想重新规划一下顺天城 没有别的意思 原来是这样 这前朝的土城啊 九经风雨 早已成了残垣断壁 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 其实 我也早就想重建了 那将军为何不向皇上禀报呢 这个 怕皇上多心 说你奸程兵力 独霸一方 名不虚传 一下就看透了我的心思 徐大一介武父 还请先生指点迷惊吗 将军明言 今年刚封了燕王 这顺天城 是不是为燕王所建 要不然 皇上怎么会动了这个念头 徐将军啊 这次奉皇上之命前来 皇上的意思 大概啊 就是要在顺天城 冻些土木 改一改 前朝留下的格局 明白了 明白了 多谢先生点播 这里没什么变化 先生 您当年来这赶考的时候 有多大年纪啊 和你现在差不多 可能 跟考试那会儿啊 还没你现在大呢 不会吧 不会吧 您这么年轻就高中气势了 人比人得死啊 也不知道 那家鲍云轩的书寺 还在不在 爹爹 那爷爷提的是什么呀 那是毛铃儿 他怎么不起买呀 他去世没钱买吧 客官 客官 您来了 您是课书呢 还是买书呢 我呀 随便看看 当年啊 我进京赶考的时候 这个书寺的掌柜啊 也就跟你这么大 是个爱读书的本分人 我们谈得很投机 您这边请 好好好 客官 您看这本 这是本最新翻课的 诵版十三经 考功名的人手一步 卖得可窍呢 您老翻翻 我都这把年纪了 还进京赶考啊 还演了一家人 那您再看看这部 前朝官汉清的遗稿 这都是未曾面世的文字 可是我们掌柜 花大价钱才逃回来的 官汉清您知道吧 乙斋 争不烂 煮不熟 锤不扁 炒不爆 响当当一颗铜豌豆 真亏做买卖 我听过他那说豆鹅鸭 您看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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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还有一步 这是原力部主事 洪大人自刻的诗集 不过这都是一些 关于的闲淫 饭后的风雅 想必也不入您大人的 法眼 有眼无珠的东西 行家面前 都什么脊梁 这位可是 在下刘伯温 原来是尊家 我说听着这么耳熟呢 正同一别 不觉已经三十年了 除去多了些虚染 依然是风采依旧啊 先生安好 老陆老陆 掌柜的安好 好好好 他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个 只要书一上手 便能过目不忘 倒背如流的神人哪 他就是您总说的 前朝进京赶考的那个年轻人 就是看一遍旗帜谋略 就能当场背诵的那个人 哪儿啊 对对对 就是他 他就是刘伯温 真没规矩 刘大人面前 怎么能没大没小呢 还不磕头赔罪 刘大人说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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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个孩子 起来吧 起来吧 人家都说刘大人是个活神仙 可我这么一看 怎么一点也不像啊 我还真得给这位兄弟说句公道话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 就这样 二郎神还长三只眼呢 是吧 咱是一枝两朵花 各家说各家 不是 去去去 赶紧下去 是 让刘大人见笑了 大人请 请 刘大人光临小店 不知想找些什么 我后面还参有几部不错的真本善本 大人要不要看看 这次就不看了 这次来啊 主要是名字用完了 想在您这客印一些 内容和款式我都写好了 来 刘一 这个交给小人 请大人一定放心 小人一定找最好的客奖 保证大人的书法原汁原味 这纸嘛 咱就用最好的梅花撒金简 紫红的套风 宝兰的宽边 不必了 还是素雅些好 素雅些好 这个大人放心 银子一总算在小人身上 这怎么可以啊 小人想求大人赏付莫保 也撞撞小店的门面 这个 掌柜的 书印好了吗 各位各位 请再担待几天 家印的集子还没有到 本来说好的初四就能印好 推到了今天 今天还没印好 你能不能有点准啊 新印的一百册 被各大内卷给包了 小店实在是开罪不起啊 我们你就得罪得起吗 诸位都是衣食父母 恭敬还来不及呢 怎么能得罪呢 等书一到殿 我立马送去 要是再耽搁的话 我就到别家订去 走 齐公子您说笑了 慢走 掌柜的 什么好书啊 这么多人抢着要买 怎么 您没听说吗 听说什么 几年前咱大都这地方 瞧我这嘴 现在应该叫顺天府不是 咱顺天府这地地儿降生了一颗文曲星 十四岁就刻印了诗词集 了不得那些少男少女们啊 发疯似的追捧 一时洛阳只贵 这不每隔一两年 最多两三年 他就再弄些诗词出来 有时啊能印到板坏了 那想必一定是曹冲 洛宾王之类的青年才军啊 他叫金兰心 听说祖上是七丹的叶律师 后来改成这个汉姓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见识见识他的文才 正好办 过两天我就把他的吉子和大神的名次 一定送到府上 先生 您到底在看什么呢 你说呢 不就是星星吗 至于看这么长时间吗 你看见的那是星星 我看见的这叫星秀 星秀 那您慢慢看吧 我们一会儿去了 大人早来了 久后将军不到就先上来了 我再哈的门等 你从齐化门入 这不两刹了 有劳将军 什么有劳啊 我是来掌掌见识 先生请坐 咱们边喝边聊 好 多谢多谢 先生请坐 好 早知先生 能马前客 只推被读 观天余地 牵之后推五百年 今日 还要有劳先生啊 哪儿啊 徐大将军 那多是坊间传言 我还听说 我家先生能呼风唤雨 洒动成丁呢 去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我就随便说说 又没什么外人 小孩子不懂规矩 让徐将军见笑 哪里哪里 这小四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 来 先生 你我先干了这杯 请 黄金榜上 偶尸龙头望 爹 爹 找我何事啊 不长进的玩意 整天就知道吃滑酒闹事 你看 这是打坏背盘桌椅的清单 老薄子 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有爹在 我怕个球啊 我在县衙 不过是个小小的书办 那 那那个支县不也是听你的吗 是吧 哎呦 我的小祖宗哎 哎呦 我说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连谁大谁小都分不出来了 啊 那支县会听我的 他那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听钱的 哎 管他听谁的 给面子不就行了嘛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费尽心思挣的这几个银子 经不住你这么叨叹 哎 爹 我可没花你的钱啊 没花我的钱 你吃铁鹅银子 我这不刚嗑的不急子嘛 这一步就能卖到一两 加起来 那也是几百两的镜像 哎呀 行了行了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 能以麦文为生啊 你诗词哥父样样精通了 哎 我又是死了 你可怎么办呢你 爹 你车哪去了 你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啊 我跟一帮哥们还喝着酒呢 我去了啊 哎 你等等 你听我说啊 我听腐穴里传出个荒信来 说是最近可能要开博学红瓷科 你抓紧时间 准备准备啊 爹 你在说什么呢 孩儿连个秀才都没考过 我怎么就考这个博学红瓷科 这什么玩意儿啊 烦死人 哎呀我的儿 博学红瓷科 不同于考秀才 名头很重要 这 儿子 儿子 你看 这是爹 刚刚改写的 宋代刘勇的一首词 很适合你的现状 拿去多找这些人传送啊 爹 你是觉得儿子现在的名头 还不够想吗 哎 这一点爹爹你多虑了啊 哎呀 光在坊间流传不闲 还得想办法呀 多拜会一些文坛上的 奇老民宿那才成呢 爹 我只听说过 天坛地坛设计坛 是 是 怎么又冒出一个文坛来 在哪儿 在哪儿你带我去见识见识啊 你个准蛋了你 我先走了 我 我让你跑 去死我了你 大将军啊 这要不是你叫我 我还真不能在这儿瞎看 您说我又不是司天坚 这司官天相 这也犯计这个 让您多担待了 先生 您 是不是看出了点什么 哎 大将军啊 怎么说呢 皇上的担心呢 还是不无道理 您别说 这前朝大都 还是藏着几分帝王之气的 不过 那也应该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先生接着说 嗯 这个呀 这从天相上说啊 嗯 这叫子微暗而天已无光 天强天背以献为盲 嗯 这是什么意思 还要请先生名言哪 哎 有些事啊 他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那就说是好是坏吧 嗯 或惜福所以 福惜或所福 您这么说我还是不明白啊 哎大将军您是聪明人哪 人哪 没必要把所有的事都弄那么明白 您说的 哎 先生 你我相识多年 您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 哎 大将军 我给您念一句星诀吧 哦 天以太以兴 兴以席 王位更立 数字秋 让我们进去吧 让我们进去吧 ernoth 让我们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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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进去打一瓶水吧 哈哈哈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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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在河翼门备下了茶水手 点心 先生还是先歇歇 再行巡视吧 什么巡视啊 看看风景 那风景如何呀 徐大将军 我呀二十三岁来此会试 一转眼三十余年过去了 乌是人非呀 是啊 人生如梦 将军 大将军 大将军 启禀大将军 有军情 不是军情 不是军情你慌是吧 是水情 水情 刚刚入春 臭雨还没下过 哪来的水情 不是雨水 是井水 有人投毒 不是投毒 是全城的井水 突然都变味了 苦得没法喝呀 竟有这事 百姓都闯进瓮城了 说瓮城的水是甜的 结果也是苦的 现在士兵们也没水喝了 大将军请 大将军请长 嗯 嗯 嗯 苦得麻舌头 嗯 嗯 怎么会这样 这倒真是怪了 徐将军啊 这也没什么可怪的 依我看呢 可能是这地底下的水纹条件 发生了变化 填水流走 苦水它自然就填进来了 水纹 嗯 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问你 去年入秋 这儿是不是阴雨连绵 是啊 入冬以后 有大雪寒天 对啊 嗯 可这 跟井水是苦是甜 有什么关系 这就对了 地面的积雪 雨水 未及渗透 它就被冻住了 这几日 艳阳高照 大量溶水渗入地下 这就像江河春迅一样 他把甜水给冲走了 就这么回事 嗯 你冲到哪儿去了呢 以地试看啊 徐将军 这几日 您派人寻访 不出几日 西边 会有肝泉涌出 我想把这甜水啊 引回来 还要请先生多帮忙啊 哎呦 这恐怕 没那么容易吧 哎 现在城中百姓 传言很多 说是有人 破坏了前朝大都的风水 得罪了龙王爷 结果这龙王爷 就带着龙王奶奶 出城奔西去了 您说我这个大将军 可担不起这个恶命啊 哎呦 大将军 你这是要我 把龙王爷给你追回来 我刘某可没那么大神通 不管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城里的百姓 先生一定要想想办法 徐将军 开河饮水 入殿存积 这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实践呢 先生放心 财务的事情 我会知会地方 至于人力嘛 来人呢 末将参见大将军 这是我行营里的偏将高亮 拜见刘大人 参见刘大人 见过见过 徐将军 您的意思是 从今天起 他就归您调遣 开河饮水 除了有地方上的名夫 我再给大人 拨拍一些兵事 由你调用 徐将军 合着你这差事 我还非接不可了 这是奸差 主要工作 还是修成啊 能者多劳嘛 多劳 先生 报云轩 报云轩书寺送来的印好的名次 你收下就是 还送来这个了 这两天忙 倒把这个天才少年给忘了 那金南新还递了败帖 好大口气啊 举目四够皆忙忙 五百年来无文章 五百年来无文章 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呀 这五百年来 没有他看得上眼的文章 这大话说的 不怕把舌头闪了 年轻人嘛 年轻气盛 说两句大话难免 那不行 我得回两句面面他 当今我家先生在 谁敢动笔写文章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吧 你这个 秀才的徒弟慧颜末 诗人的娘子家具多 先生 小的这几句诗还行吧 行了 别耍贫嘴了 去吧 对了 那个伙计还说 他们掌柜的 为了感谢您给他提字 要请您吃酒席 到时候再亲自过来送帖子 知道了 秀才的徒弟慧颜末 诗人的娘子家具多 当今我家先生在 谁敢动笔写文章 这不就是一首诗吗 里面有人吗 来个硬门的 谁呀 大呼小叫的 一点都不闻名 这位兄弟 我找刘大人 来 将何人竟敢放安山战 开个玩笑 发什么单呀 进来吧 先生等你呢 我刚才做了首诗 我跟你说说 叽叽富叽叽 木兰当虎之 好诗啊 这也叫诗 俗 这不就是一句大白话吗 不是 木兰词它是一首古风叙事 它 古风就可以不讲究了 诗就得讲究 诗者颜知也 心苗也 莫非金兄这是暗和于老杜 你是说杜甫 他也不怎么样 就知道用点 掉进固执堆里 而且蚊子也不怎么漂亮 原来兄台迷肚啊 金兄不读古今诗论 老杜那可是一部诗史啊 不读不读 在下开风气之心 读那些糟粕干什么 来 喝酒 也就金兄敢这么说 当代第一才子嘛 对对对 以在下看来呀 金兄的诗文 可算是独步当代 冠绝古今了 是啊 说得好 我就是诗史 五十年内 无人超越 这话有气势 是啊是啊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幽 独创然而替下 舍我其谁呀 我说这话 咱是不是得记下呀 记下 是啊 店家 店家 来了 各位 听点什么 我说 笔墨伺候 这个 我说你愣着干嘛呀 快去呀 不瞒各位 我们掌柜的说了 咱这刚刷的墙面 不让再写写画画了 我说 这诗酒 诗酒 这都不让题诗了 谁还来你这儿喝酒啊 是是是 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 知道 知道不就结了 这怪不得小的 我们掌柜的说 诸位要是觉得不便 就去别处吧 你这不是往来捏我们吗 小的可不敢 这都是掌柜的意思 他说 说 他说什么 掌柜的说 你们每次来 吵吵吵吵的 一坐就是大半天 还从不肯多花银子 还总在咱们墙壁上涂鸦 我们再来了客人 都不好意思往里面招呼啊 岂有此理 这是在和谁生气呢 卫掌柜啊 久违 久违 今日宴请一位故人 不弃在这里巧遇 这位是 顺天才子金兰新是吧 正是在下 还不快来拜见 这位就是名满天下的活诸葛 刘伯温大人 原来是刘大人 失敬失敬 赶紧把把椅子让刘大人坐下 我要拜他 对对对 不必客气 不必拘礼 不必拘礼 刘大人乃前辈高人 万生一定要拜的 不必不必 你我非亲非故 不必行辞大礼 不必不必 大家都认识了 刘大人年长又是文坛太斗 受他一礼还是担当得起的 拜就不必了 这就可以了 如此晚辈 这箱有礼了 久仰 久仰 遇见就是缘分 既然大家都见过了 还不凑在一块 热闹热闹 刘大人如果不嫌弃 晚生还有事情要请假 请 刘大人请 也好 来 请 小二 还不快去张罗起来 既然你们凑了一桌了 那小的也没有别的什么说的了 魏掌柜 这高家本来就是给你留出来的 可他们一来 问也不问 就近来就给占了 你哪那么多话 还不下去忙活 是 刘大人 请 老魏啊 你算计我 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 你今儿这是一局 安排我跟金才子在这里见面 对不对啊 刘大人恕罪 刘大人亲赐莫保 在下是真心要谢 金才子听说以后 一定要和您当面讨教 小人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还被刘大人一眼识破 告罪 告罪啊 告罪 告罪 行 那大伙坐吧 好 坐 行 许久不见 您慢用 小二 来了 客官 生意不好做啊 是啊 来碗面 一盘鲜牛肉 再烫糊好酒啊 好嘞 这就给您上 我去 大爷您是要来点什么 来碗面汤 再上盘瓜子 面汤我们吃油 可这瓜子可得自个掏钱呢 瞧你那样 拉了个脸子 跟谁欠你八百掉钱似的 不知道我谁啊 知道 在咱们这饭庄子里 谁不知道您呢 知道还跟我甩脸子 以后不来照顾你们生意了 我谢谢您照顾 一桌四人洗你们八个人吃 教条的吃花酒 我们这当伙计的连赶脚钱都没有 就这样哪次结账您不挑点毛病啊 人家客人结账二一天坐五 到您这儿全是三下五出二 还老是挂账 这种人啊确实可气 我说你谁呀 也敢坐这儿 这儿是哪儿啊 怎么我就不能坐了 这是砖座 你知道吗 还我不知道 在我们应天都管这叫窝脖子座 是专供长隋和下人们等主子的地方 你们这儿叫什么呀 这儿叫下高篮 坐的可都是大爷 你等谁呀 你等谁呀 我等我家先生 我等我家儿子 占我便宜是吧 有等少爷老爷先生的 哪有老子等儿子的 我儿子可不是一般的儿子 再不一般 那你也是他老子不是 哪来你这么个嘎啥子 这 算了算了 跟你也说不清楚 我家 上面汤瓜子 快点 我们掌柜的可交代过了 以后跟包的可只管面汤 不给瓜子 瞎了你一对狗眼 就我这穿着打扮 像跟包的吗 大爷您就多担待吧 我们掌柜的可是烦了您这一家子吗 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出来 真以为我顺天府衙门岭就没人怎么的 热极了我一张骗子递进去 那也得先拿了你儿子 你 天底下怎么能有这等不孝顺的儿子 自己去上面吃香喝辣 让老子在下面喝面汤嗑瓜子 这不是忤逆吗 夸词可没得客了 这位老哥 不是我说你 瞧您这身穿戴打扮 应该也是个读书人 可怎么养出这么一个不通事里的儿子 养不教 父之过呀 我说你谁呀 你敢教训我老金 瞧你这倒霉催子的下 不过就是个堂官模样 车行垫脚丫 无罪也该杀 给点不要脸是吧 怎么这么不是好歹呢 我好心跟你讲道理 你不领情就算了 怎么还骂人呢 你这死好生可恶 再不住嘴 拿张骗子送你去兵马资里长长见识 挤个板子下来 叫你小子知道知道 谁是真神 是吗 你那破骗子对别人也可能管用 对于我就没那么灵光了吧 怎么 不服 想试试 我告诉你听好了 等哪天得了空 这顺天府里大大小小的衙门 小友陪你溜达一个遍 看看是你破骗子管用 还是小友我嘴管用 小二上脚 得 真今儿对上卖麻了 小ict D 空 祢 敤 Crist 与 既 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说出 传说出 那奔腾不息的唱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